哈囉,我是滴妹,今天要來介紹 Camila Cabello 的 Havana 再次歡迎大家回到滴妹的英語歌曲分享系列 真的感覺超久沒有坐在這個書櫃前面拍片了 好久不見 那今天要介紹的是一首大家應該都已經被洗腦到不行的歌 也就是由前 Fifth Harmony 的團員之一 Camila Cabello 所演唱的 Havana 對,我之前也不知道 就是那個唱 Work From Home 的那個 Fifth Harmony 沒錯,就是穿著綠色衣服的這一位 再來,你知道 Camila 今年幾歲嗎? 大家猜猜看 她 21 歲 Oh my god! 她才 21 歲耶! 根本就是一個大學生 超級年輕的 然後呢,其實最近 Wacky Boys 翻褲男孩 他們也有翻唱這首歌 所以大家現在對這首歌的基點可能就是 五根香蕉 不過大家有沒有想過 Havana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今天滴妹就要來為大家解析這首歌 並且教你歌詞的意境跟詞彙 哈瓦娜 Oh no no,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oh no no,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no no no, oh, but my heart is in Havana. 這段歌詞的翻譯是 哈瓦娜,我半顆心都緊緊吸著哈瓦娜,他帶我去西亞特蘭大,但是我的心卻在哈瓦娜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oh no no 首先呢要先來談到 Havana 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過呢它其實就是一個地名,沒有其他特別的意思喔 這就有點像把古庭當作一首歌的名字一樣 但是呢,哈瓦娜會讓我聯想到Haven,也就是避難所,或者是安全的地方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哈瓦娜其實是卡瓦娜的出生地,也就是古巴的首都 那接下來歌詞裡面所提到的East Atlanta,就是在美國喬治亞州的一個小區域 但是其實卡瓦娜移民到美國之後是定居在Florida,佛羅里達州喔 那為什麼會挑喬治亞州的這個East Atlanta 呢? Tromila 回應非常簡單,她說因為East Atlanta 跟 Havana 有押韻 所以就挑了這個地方,這邊來看一下歌曲比較淺白的意思 簡單來說就是女主角她遇到了一個男生,而男生後來把她帶去了美國 但是呢,雖然她人在美國,她卻一直在懷念著當時她們兩個在 Havana 的那個樣子 You didn't walk up without how you doing When he came in the room But I can't without you He didn't walk up without how you doing When he came in the room He said there's a lot of girls I can do it But I can't without you 這句歌詞的翻譯是,她不是用那種老套的 Hello 你好嗎?來開啟話題 她甚至說了她有很多女生可以選擇 但是我非你不可 這邊如果有喜歡六人型Friends 的朋友應該會知道喔 其中有個角色叫做 Joey 而她最常用來搭訕的話就是 How you doing? How you doing? 而因為 Camilla 她是六人型的超級粉絲 所以她也回應,這一段的靈感是來自於 Joey 所說的話沒有錯 I know I'm forever in a minute That summer night in And Papa says he got Mallow in him I knew him forever in a minute That summer night in June And Papa says he got Mallow in him 這段歌詞的翻譯是 我仿佛在一分鐘內就像是認識他一輩子的感覺 但爸爸說他是一個壞透的人 女主角覺得雖然他只跟男主角相處了一分鐘 卻好像是仿佛認識他一輩子這麼久的時間 然後她還提到他們是在六月的夏日晚上見面的 嗯,是不是開始感覺有點流水漲了呢? 那下一句的 Mallow 是西班牙文 所以不知道是正常的 那 Mallow 的意思呢就是壞或是不好的 所以這就代表他的爸爸並不鼓勵這段感情喔 不過 Mal 在英文也有壞的意思 它其實就是代表壞的字首 所以很多用 Mal 開頭的字都是跟壞相關 像是 malfunction 啊,及其故障 或者是 Malady 疾病等等的 那把我摸沒感覺 也遲到了 那把他的字幕也知道了 like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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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ew it when I met him I loved him when I left him Got me feeling like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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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I had to tell him I had to go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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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歌詞的翻譯是 我遇見他的時候我就知道了 我離開他時卻還深愛著他 但是我得跟他說我必須要走 哈哈哈哈 你這次念你的歌詞超荒謬耶 OK 所以說這邊的 Oooh 并不是午 但呈在 그대로而已 它就是一個 你剛才連торов歌詞 你把它忘記了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這邊女主角所說的new it 知道了可能就是在表達 當他第一眼看到男生走進來的時候 他就知道這一場戀情 應該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所以這邊的感覺就有點像是另外一首歌 也就是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when you walked in So shame on me, now I threw me 第一眼就可以知道愛上對方的後果是什麼 所以女主角呢,終究還是離開了男生 離開了美國的 East Elena 回到她所懷念的 Havana 那裡 眼神來看,從小出生的古巴是 Camilla 的家鄉 所以在她心中一定佔了非常大的位置 雖然一到美國定居 相信她也是非常熱愛著美國 甚至從她第一眼見到美國的時候 就愛上這個國家了 但是但是但是,她還是很懷念 Havana 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相信她一定會非常想要回去那個 令她心細的土地 所以 Havana 這首歌,歌如其名 就是一首在懷念家鄉的歌曲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Havana 的歌曲教學 雖然歌詞還蠻簡單的 還是希望大家有學到一些新的東西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要聽滴妹解釋分析的 英語歌曲的話也可以在留言區留言喔 那我們每個禮拜一四的晚上九點 都會準時發布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漏掉任何一則教學 And, that's a wrap!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 See ya! Yeah!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Woo!